欢迎大家收看 智库集团翌日智库通市场热点 今天会和大家谈谈衍生工具的部署 我们请来有智库集团资产管理业务 兼投资研究主管邓泽特 Hello 阿力你好 大家好 除了正股以外的部署 现在大家都会用一些衍生工具 好像窩卵牛红症一样 但它们是属于结构性产品 其实结构性产品的特色在哪里呢 结构性产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名 是代表这种投资工具里面 包含了一些衍生产品 所谓衍生工具的衍生产品 其实就是它们有追随正股走势 加入一些杠杆元素的产品 是一些较为高风险的投资产品 那牵涉了杠杆 但是同时是不是需要 首先对正股有一个看法呢 绝对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 譬如我们说窩卵牛红症或者其权 是会追随正股走势波动的一些工具 举个例子 它好像窩卵 我们会有call 有put 有凝构和凝枯症两种 凝构症就会随着正股向上 它就会价格同步向上 而反过来 凝枯症就是当正股向下的时候 它的价格就会向上 当然我们说窩卵的价格变化 除了正股走向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不过这些不同的因素 建构出来的产品 譬如我们刚才说的 衍生工具 窩卵牛红症 正正就是一些 用来给投资者来做 对冲 用来做更干投资的一些选项 所以其实它的风险是比正股高点的 那除了说 真是因应正股的方向去选择之外 其实看到这些衍生工具 有很多不同的条款 作为投资者又应该怎样去理解 好 例如用窩卵做例子 其实去决定窩卵的价格 有很多因素 例如最简单 我们会有一个到期日 就是窩卵本身去到 它寿命终结到期的时候的日子 那到期日越短 可能我们的窩卵的价格就会越低 那同一时间我们还有行使价 就是说正股去到那个时候 到期的时候有行使可能性有多少 那还有其他人生波幅 例如就是大家市场上面去估计 正股在往后那段时间 波动性去决定那个引申波幅 这个引申波幅又会决定窩卵价格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去计算那个窩卵价格 所以其实它的组成部分 都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选择的时候 就要看看正股的走向 自己的看法之外 亦都是要去理解条款 Nika 除了说有一个杠杆牵扯在里面之外 其实如果真的想用窩卵 或者牛熊镇去做部署的话 还有什么风险地方要留意呢 例如刚才说 除了正股走向之外 时间值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因为随着时间越来越短 它可能到期 行使到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 正因如此 所以时间往往是窩卵的敌人 因为随着时间过去 你未必有那么容易行使得到 正因如此 一路一路说的时间值选耗 其实正正是投资窩卵价 面对最大的风险之一 还有第二个风险就是人身波幅 可能开头的时候 我们看到市场波动得很大 变成它有可能行使 或者有可能行使不到的机会 都同步向上 但反过来 随着波动越来越浪 可能它行使到的机会又会小一点 所以人身波幅的变化 都会影响到窩卵价格的 不过无论用任何投资工具都好 一定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风险 尤其是牵涉一些杠杆产品的时候 更加要理解产品特色